原标题 其实在海上力量方面,近年来,外敦大驱零五行驱逐舰,094星河潜艇,辽宁舰航母,首艘国产航母等等,众多我国自主颜色的装备频频爆出,吸睛程度不言而喻,看着祖国的海上力量逐步发展壮大,我们的内心当然是振奋不已的,让人没想到的是,还有一个国家竟然也非常兴奋,过去的几天时间里,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开始了第三次海市,海军89号综合保障船的首次伴随成为最大的亮点之一,让人惊喜的是,国产航母刚刚出海不久,数月前开始维修升级的辽宁舰航母就出雾了,目前正停泊在码头进行后续的工作,不得不说,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已经追上,甚至赶超了一众老派航母带国, 按理说,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感觉到惊喜,振奋是理所当然吧,不过,美国方面的表现,看起来也是兴奋极了。 当然,他们并非真的为我们高兴,反而似乎是找到了一种真才有道的办法,虽然在八月份时候,才有了军事力量最大的一笔投资,七千一百六十亿美元,但似乎美军各军种都不太满意,要不怎么把会哭的孩子油奶吃领悟得如此透彻? 辽宁舰就在短短几天中,美国海军上将先是把欧北方舰队的潜艇撑赞了一波,又把我国两艘航母接连有心动作夸了一段,简直是把中俄两国的海军力量夸上了天,甚至把之前的三百五十五艘军舰计划,提升到了四百艘,大有一副在不可海军架前,美军就要凉凉的感觉。 不过,俄梅子一针舰写的指出,美海军上将的这一系列操作,都是玩了多年的老套路了。 这一点相信大家内心也是很清楚的,不过在美军的吹横下,我国海军也正在按照他们的预期稳步前进。 就拿这两艘航母来说,早在今年五月份的利息新铜矿照片公开,人们就对我国的双航母编队,充满了期待。 我国军事专家理解认为,现在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航母时代,具体要等到了以航母为核心形成战斗力的时候,才算是真正进入双航母时代。 即便等到首艘航母真正服役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还需要进行各种调适与磨合。 双航母同况众所周知,辽宁号航母先后经历了十次的试航,才完成所有测试项目。 即便如此其无论是首航,还是交付都比预期的早。 如今,收缩国产航母刚刚进行第三次海市,却依然还有很多项目等待测试。 局总将赵宗近日提起过,收缩国产航母的服役时间,最快也要到年底,或者2019年。 而形成双航母编队,可能还需要至少四五年时间。 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,目前我国已经拥有的两艘航母,至少可以让中国一艘处于备战状态。 另外一艘则可以进行维修和技术维护,这可以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航母大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